嗨,欢迎来到大波奇,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请单击subscribe订阅吧,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,最后,请给一个like,谢谢,您的支持是大波奇的动力源泉。 像左波比婷这队自从恋情公布以来,就是高甜秀安爱状态,对比拉锯战士的恋爱,他们俩却非常迅速地订了婚,也算是给自己的爱情更增加一道安全枷锁。 这队小情侣现在刚刚进入热恋期,看两人甜蜜状态就知道了。 印象中郭比婷就是女神范的典范,气质清新又大气,低头长发披肩,非常淑女范,和向左一起时,郭比婷更加阳光可爱了,身穿红色断面春衣,搭配黑色额蜂半裙,在订婚的日子里,这样喜庆又不失质感的造型,看起来真是传统又时髦。 全发披肩搭配金燕红唇,正是美得有味道,而一直都是硬汉形象的向左,身穿黑色西装依旧特别男人味,只是嘴角多了几分温柔的笑容。 两人肤色差别也很大,不过这种黑白配反而很传统很扬颜呢。 订婚后两人还一起旅游庆祝,假期结束后,郭比婷就低调现身开启工作之旅了。 4月18日,现身机场的郭比婷,身穿一袭黑色针织长裙,比较优质感,搭配了红色超大款式的包包,作为一个亮点也很许庆,但热恋重的女生,总是难以掩盖从心底发出的甜蜜笑容。 4月19日,向左郭比婷宣布订婚后,首次合体甜蜜,亮相格质尔朝看时尚展,葵花夫妇这狗粮真是撒不停。 刚刚结束蜜月,就立马又合体现身活动,热恋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,大概就是对两人现在感情的最佳形容词了吧。 当天郭比婷身穿一袭,配色非常鲜明活力的印花裙,印花元素比较大,不过郭比婷,大气端装的气质,还是很好的穿出了效果。 飘逸灵动的面料,不规则的藤叠蛋糕裙,有种夏日,格外灵动飘逸的感觉。 这种不显腰身的裙装,其实是非常讨厌身材的款式,不过郭比婷身材,完全扛得住这种单品。 高调调调的身材,穿起来正是,显得很高级有质感。 大大的V领袖出精致锁骨,还修饰脸型,让身材比例更加和谐了。 当天郭比婷身穿一袭,配色非常鲜明活力的印花裙,印花元素比较大。 不过郭比婷,大气端装的气质,还是很好的穿出了效果。 飘逸灵动的面料,不规则的藤叠蛋糕裙,有种夏日,格外灵动飘逸的感觉。 这种不显腰身的裙装,其实是非常讨厌身材的款式。 不过郭比婷身材,完全扛得住这种单品。 高调调调的身材,穿起来正是,显得很高级有质感。 大大的V领袖出精致锁骨,还修饰脸型,让身材比例更加和谐了。 平时各种长发披肩的郭比婷,当天扎起马尾便,更显清新文艺饭。 因为郭比婷头发很长,发量也很多,扎起头发来显得更加俐落有精神。 与这套款式比较复杂的长裙搭配一起,扎起头发就不会太过复杂了,比例也更和谐一些。 郭比婷今年已经三五岁了,可是她的小脸依旧特别精致,也很有肉感,看起来还是特别年轻。 像左当天身穿一套经典黑色西装,复古丝浓面料显得特别高级有质感。 内搭白衬衣,领口流出一粒透不细,更显休闲随性。 衬衣袖子露出一点,很显层刺带也很清新,脚踩一双痘痘鞋,上面还有个可爱的闪电图案,可以说非常吸睛了。 当天像左还换了个新发型,新发型让像左和郭比婷的脸型看起来相似度更高了,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夫妻相吧。 还搭配了小巧的耳钉,透过长发刘海,显得很有亮点。 印象中一直是硬汉形象的向左,自从和郭比婷在一起之后,笑容越来越多,也变得越来越可爱有趣了。 这不还拍了这么逗比的照片,可以说女神身边有个这么有趣的男朋友,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了。 不要忘记单击小铃铛,这样您会及时收到大波及的更新。谢谢。